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赢价攻略 我是隋国庆 今天台股又大跌了360点 其实对像这样子的下跌 其实多数人应该不感到意外 这个地方毕竟全球股市 美股 以及整个大环境 目前基本上等于都是有利于空头走势 所以今天台股继续下跌了360多点 当然是这样子 股市里面要讲未来的行情 基本上要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趋势 目前趋势是怎么走 一个是短线该怎么看 我想其实现在绝大多数投资人 对目前台股这种跌跌不休 当然在趋势上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地方 大概也没有人敢说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多头的走势应该是没有 当然只是说对于在短线上 到底今天在重挫了360点之后 到底这一波 所谓的这波就是从9月份以来 这一波的跌幅 到底以这一波本身来讲 到底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跌幅完成的位置 短线上哪里有机会做反弹 我想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你比较关心的这个课题了 好 所以今天这个还是一样 维国金融会从这个趋势 跟短线两个角度 来给你谈这个行情的这种走法 那来 等我们先从大盘开始吧 今天这种台股一下 再重挫360点 说真的 你说我相信很多人 你也觉得不意外 只是说 因为毕竟这个尤其在这个礼拜一 这个跳空跌破了那个7月12号 那个低点之后 那当然这个地方等于说就开始创新低了 那既然这个地方 这个用跳空缺口的方式 跌破了7月12号的低点之后 那这个地方再下跌 这个东西来讲 其实我讲说在趋势 趋势走空的情况 我想这东西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那当然也许只是说 今天一下跌个360点 可能有点出乎你短线意料之外 对吧 那好吧 那好吧 那问题来了 那当今天这个台股在大跌360点之后 这个到底 因为目前趋势走 趋势走空的情况 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尤其这个要讲到趋势的话 其实这个维国庆友跟大家讲 你不要只看这个日线 我先从月线讲起 各位讲到月线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今年这个维国庆友 我早在4月初的时候 可以说是几乎领先全台湾股市 就在警告大家 这个地方台湾台股走入一个空头市场 当时我就跟你讲 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也知道其实台股 过去这几十年以来 凡是走这个多头市场 那么大盘指数 它一定 一定会守在这个年线 这条蓝色这一条 这个就是年线 只要是多头市场 它这个价钱指数 一定是守在年线之上 不管这个短线有没有压回 有没有压回 年线基本上 在 因为这是月线的 所以我们要以月K收来讲 也就是说 当台股 进入一个多头市场的时候 不管走了这个几个月 一年两年或是几年都好 反正在多头市场里面 它这个月K收的这个位置 不会跌破年线 但是一旦跌破年线 后面一定是一个 比较大级数的修正 幅度也会比较大 都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这地方一旦跌破这个年线 都是这样子 但是在多头市场里面 基本上 这个不论如何的拉回修正 那基本上都不会跌破年线 所以当今年在这个4月初 那个时候 当这个 那个 日线也好 月线也好 在重新跌破年线的时候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小心 小心 如果这个指数 没有办法重新站回到 年线之上的话 那这个市场 要开始进入一个空头市场 所以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台股的这个多头跟空头 也许很多人不了解 怎么样去分别 到底你说 薇老师到底 什么叫做多头 怎么定义一个多头市场 跟一个空头市场 那其实我很早就教大家了 我就说你就把年线 把年线当成是一个 这个多空转折线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果然 那从4月份 当这个台股再度跌破 这个年线的时候 之后它就 当时整个4月份 就一路砍下去 之后 这个到了5月份 这个指数 都没有办法 重新站回到年线之上 而且你看 年线就是从5月份 开始 开始弯头往下 应该说从4月 4月 月K的时候 就开始 就开始已经走平 开始有点在弯头 到了5月份 很明显开始有点在弯头往下 那一直到了这个 那当然了 因为短线毕竟跌多了 所以呢 在这个7月8月 这个短线稍微反弹 那两个月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 的这一段 从7月中到8月中的 这一段的反弹呢 就是月线上的 这两根红棒 但是这个 当时啊 从这个8月中旬啊 当这个指数呢 从现在开始压回 以及在短线上啊 重新跌破这个月线 红色这一条之后呢 那你看到 之后啊 一样就是这个 跌破月线之后呢 这个指数啊 就一路啊 被这个 这个5日线实现呢 就压着一直在往下压 一直往下压 那到目前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 进入9月份以后呢 日线上是看得出来是 一直被这个 5日线实现 压着往下打 那从这个月线上看的话 一根新的大黑棒就出来了 而且 从月线来看 等于说目前这个 台股的这个走势呢 已经把这个7月啊 把7月当时那个低点呢 已经也算是这个 有效跌破 尤其到了今天啊 今天这一根 今天这一根黑棒 已经在从月线上看的话 算是把这个 当时7月份的这个低点 就是这里了 当时所谓的7月12号 有没有 这个低点啊 这个13,928 就当时略微跌破 1万4的这个地方呢 等于说这个地方啊 已经被有效跌破掉 所以在月线上来讲的话呢 这根大黑棒 已经很确立这个地方啊 台股会继续往下做修正 各位听清楚了 就趋势来讲 就趋势来讲 台股会继续往下做修正 听懂了吗 而且当时在4月份 我在给你 我在警告大家 台股开始进入空头市场以后 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说这个 你千万不要小 看后面这段 这个跌的这个幅度 因为当时啊 这个因为一般呢 大多数人看这个 大盘都在看日线 所以因为你看日线 所以你看不出来 到底这个在大趋势上 到底走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尤其这个 尤其这个十年线 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 以台股啊 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走势来说呢 最起码最起码 一个空头市场 它一定会先打回到十年线 打回到十年线 你看嘛 所以你记不记得 当时那个2020年3月份 因为那个疫情的爆发呢 当时不是 台股短线也那个也中错吗 你看这也是中 这是2020年3月的那一个月K线 也是打回到十年线之后 开始收下影线 然后从四月份开始 慢慢就开始上去了 然后就走出一个 到今年初 将近快一个两年的多头市场 然后是这样走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说一旦这个 在以台股过去来讲的话呢 大概在跌破这个年线之后啊 多半啊 你回去大概就先看看 要看看这个开始十年线这个地方 所以呢 而且当时这个十年线 十年线目前的位置 其实说真的还蛮远的 这个在这里 你大概看一下 所以就说这个 其实这个空间还相当的大 所以当时在四月份 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说这个整个的市场 这个长期的走空的 空头市场已经开始了 那当然了 就算在空 但是我当时 只是说目前来讲 只是说呢 在空头市场里面 当然说短线啊 比如说跌个一千多点 跌了跌个一千五两千点之后呢 因为毕竟短线 它的这个怪力很大 所以通常 通常会给你这个做一次反弹啊 短线跌多了之后啊 给你做一次反弹 但是这个下跌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 那目前以9月份呢 这个月K棒本身来讲的话呢 也跌了将近快一千五百点啊 就说从这个 当时在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 从也差不多就是9月初 当时差不多位置了 所以等于说这个9月份 从9月初大概在一万四千九百点 那个附近 一万四千九那个附近呢 跌到今天呢 也跌了差不多一千五百点 那你看大概在这个 过去这个从4月以来啊 大概每一次 当指数大概下跌 大概一千五到两千点附近之后呢 大概短线上 就会开始做一次反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到了现在呢 这个短线已经跌了大概 已经跌了差不多一千五百点之后呢 那所以我就给你强调两件事情 第一个目前就中长期来讲 这个走空的趋势是没有改变啊 各位这东西 其实我说一个股市在走这个 大多都是大空头呢 除了这个技术面啊 用年限来看这个多空头之外呢 当然各位 真正的基本面也是很重要了 这个今天早上报纸就出来了啊 那这个刚刚公布那个8月份呢 这个所谓的景气领先指标 已经是连续10个月的下挫 已经10个月下挫 所以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台股跌跌不休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各位因为这个 我也在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尤其在法人圈 不管是这个法人也好 这个外资也好 这个景气领先指标呢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在股市里面 如果说这个 你稍微这个比较深入研究股市呢 那大家都会想说 那到底这个 因为一般来讲这个 股价是领先基本面 领先消息面 对不对 就是说 那问题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又是又领先股市 我想这个东西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的问题对吧 因为 因为既然这个股价通常是领先 这个消息面先出来 就是说譬如说 这个 一个股票 当它这个在涨的时候 出声段 你看不到什么利多消息 等到涨了一大段 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通常 做手都会利用这个媒体 来给你放利多消息 然后要吸引散户上册 然后这个好出货 对不对 所以通常这个 股价是领先这个 其他的这些什么 什么这个消息面 基本面什么东西的 但是问题是在股市里面 那说老师那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领先股市本身 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讲 有 我说啊 景气领先指标 这个东西就是领先股市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外资也好 法人也好 会把这个领先指标 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参考依据 因为尤其这个东西 看的是大趋势 这个不是干什么短线 什么什么什么三天两天 这都是看一整个 一整个 一季两季 甚至一两年的股市的变化 所以你看 当然这个8月份 这个景气领先指标 还在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那所以当然这个股市走空的形态 一定不会改变 而且各位你看 很有意思 台股市在今年的1月份 是今年1月份 见到这一波的最高点 对不对 那问题是你看这个景气领先指标 1月份在这里 这是今年的1月份 可是你看 其实领先指标 在去年的11月份 开始出现第一次的下滑 那12月份 那12月份 因为当时景气好 所以稍微往上谈了一下 但是谈一下上去 这个30 这个当时这个位置 也没有在这个比去年10月份来的高了 已经就已经没有再过高了 尤其到了1月份 这个等于说 它这个还在往下滑 所以你看 等于说你看没有 就是我讲 其实景气领先指标 是远远领先股市本身 所以为什么台股在今年的1月份 看到一个最高点 因为其实领先指标 老早就已经在去年的11月份 已经先开始下滑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等于它是在领先股市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指标 你就更能够知道 到底目前股市 尤其对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趋势来讲 这东西我跟大家教过 所以目前在景气领先指标 还在下滑的过程当中 那你当然你不用期望说 这个地方 这个股市见底 我说的是中长期底 不是短线的底部 是中长期的底部 当然一定没有来到 除非这个景气领先指标 能够连续 大概起码两个月 起码一个月都还不够 起码大概在 如果能够连续两个月 出现不再下跌的状况 甚至开始慢慢再往上走的话 如果你看到 能够连续有两个月 景气领先走 那我可以大声跟你讲 那个地方 股市的底 起码中期的底部 一定让你看到 懂得意思吗 这个东西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 而且以国发会所公布的 8月份的 不管是景气领先指标 或是其他指标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 第四季的情况 可能会更严峻一些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得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你看 有没有 你看景气领先指标 从去年 11月12月 你看到没有 尤其这个地方 看得最清楚 我所讲的 景气领先指标的月变动 从去年11月开始 就是去年11月 比10月份 开始下滑 12月份 比11月份又下滑 你看 所以为什么台股在今年的1月份 看到最高点 你懂了吗 所以景气领先指标 已经领先股市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到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下滑的趋势 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你也不要期望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中长期底还早得很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那这是从这个基本面来看 那再透过 如果再回到这个技术面的10年线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还是有一段空间 所以来讲这个 对比较中 如果你是比较在乎中长线的投资人的话 那大概这个地方 我想你大概心里有数 我当然问题是话讲回来了 我也讲过 这个东西虽然说 从大趋势来讲 目前这个空投市场的走势是 是没有结束 这是一定的 但是问题毕竟是 一个股市 不论是多头或是空头 它总不会天天涨天天跌了 那通常你看这一波 从这个4月份 跌到目前来讲 我刚才讲过 大概通常在跌差不多 1500到2000点 之后呢 短线的跨离大了以后 短期会出现一次反弹 大概跌了差不多 1500到2000点之后 会出现一次反弹 那目前来讲的话 那9月份之后 大概已经跌了1500点而已 那所以大概再往下去 如果再跌个差不多 300500点的话 那大概基本上 已经酝酿了一个 大概短线就有机会 出现一个短线的反弹 因为我刚 因为有 其实我昨天就跟大家谈 我说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指数 离这个短期均线 它的跨离已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等于就是说这个趋势走空 这个情势没有改变 但是短线 如果在这个地方 要是股票已经被套住了 或者说这个 如果你想说这个 等墙反弹的话 那你就开始 就静待 这个什么地方 能够出现一次 这个短线的这个打底 类似于像当时在 有没有 在7月初 短线经过打底之后 出现一个短期底 然后呢 然后指数能够重新 站回到 五日线实际线之上 出现这种走的跨离 这个是7月14号 也就是当时国安基金 这个什么 所谓要进到护盘的位置 就在这里了 他们也是抢个短线 看得出来 好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这个 这个短线跌多之后呢 只要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出现到短线 有打底的这种情况 而且能够这个指数 能够重新站回到 这个五日线实际之上的话呢 那么短线的这个反弹 就会开始重新出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 而且因为已经跌了1500点了 所以这个 离这一波本身的满足点 应该也不会很远了 好吧 所以我这意思说 你短线你注意到 什么时候会出现 短期打底的这种现象 那就是下一波 准备反弹的开始 那而且这个 其实昨天我也跟你讲 我说这个地方 既然这个 短线已经跌了1000多点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后面 就是就算有再出现这种下跌的情况呢 你反而不是这个 采取那种悲观的态度 反而是我说过了 在大盘在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某些股票 相对抗跌的话 那么这些股票 就一定是下一波大盘反弹的 里面的那些强势股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 股市老手懂得的一个道理 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的话 那我教你这个经验 你就特别注意一下 好吧 所以这个目前来讲 像这些都是这个 目前在整个的这个趋势上 你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些事情 尤其这个领先指标 真的到现在都还在 就是以这个月变动来讲的话 都是富的 这个情况真的是让人蛮头痛 而且真的这个东西 领先股市大概一到两个月以上 所以这个很明显 所以在领先指标 没有重新这个 起码在月变动 没有重新翻证之前 那这个股市的这个下跌 尤其从基本面来讲 它的这个下跌是很明确的 好吧 那除了这个台湾本身的 这个紧急领先指标之外 那这个昨天我也跟您谈过了 这个回到制造业景气也是一样 制造业的景气也是 这个连续8个月再往下走 而且这个还创了这个 创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记录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也是不论从景气领先指标也好 从这个制造业这个景气来看 基本上都是连续 这个再往下降 所以这是为什么目前这个股市 在走空中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基本面 这个东西都是法人在看的东西 因为我也希望说 如果说你对这个 你希望对这个股市 有比较更深入研究的话 我也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下 这些比较关键性的这些 这个总体面的指标 因为总经面的指标 其实有很多了 但是那个像什么同时指标 那些不用看 因为这个指标是很多种 但是基本上 这个法人比较会看的就是像这个 就像这个领先指标 这个领先指标 或者像这个所谓的制造业 这个景气 这个走势 这个东西都是比较 关键性的 就是预判未来这个行情 股市走多走空 很关键的几个 比较重要的基本面因素了 OK 我想这个在 目前大半在跌的时候 我想我把这一些 比较关 我一直讲 来股市里面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那什么叫门道 这种东西叫做门道 对 而且这个东西 真正是股市大趋势的门道 也要看这个东西 懂吗 好 除了台股的这几个因素之外 各位 其实回过头一讲 其实你看像台积电 今天终于出现利空了 各位真的 我说股市里面 如果说你做股票 都是只是在看消息面的话 各位 那你真的是 你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 落后的投资人 各位你看台积电 这个股价一样 从今天1月份开始 从688开始下跌以后 跌到现在已经 你也跌翻天了 对吧 可是你看 可是问题是 你从年初啊 可以说到昨天为止 你只要报纸打开来 有关于台积电的消息 基本上都是利多 全国都还是利多 对不对 台积电先进制程好啊 比三星好啊 我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今天终于终于 看到了台积电 第一个利空消息 因为毕竟对不对 这个消费性电子 这个早都已经开始转弱了 那目前尤其在手机里面呢 Apple还算是最后一根稻草吧 那所以这个不管 它的这个iPhone14卖的 卖的如何的好 那基本上也已经差不多 已经顶到天了嘛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可能 甚至就是说 当非Apple的手机 根本都已经 都已经这个 吊在那个地方之后啊 那Apple已经算是 最后一根稻草了吧 可是问题你看一样啊 那目前这个 其实说真的啦 当消费 全球的这个消费性 消费力道在减弱的时候 那你苹果 你不可能一枝独秀了 你总 总会到某个 只是说比其他的 更晚一点进入衰退而已 但是早晚会进入衰退 所以你看果然 我想这个 苹果大概也知道说 哇这个看起来 这个好像 这个年底到明年 看起来这个好像 美国市场也不是很优那个样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苹果也已经拒绝了 起码以这个 以今天的新闻来看起来 很明显就是 这个苹果也拒绝了 这个台积铁明年所得 这个这个 这个涨价6%的这个 这个提案 Apple也拒绝了 那 所以呢 而且这个 不但这个情况 而且这个连 灰达 因为Apple 那个 拒绝 那个台积电涨价 所以灰达也准备啊 要这个比照 很小动待遇 好吧 所以这个等于说 这个Apple 就是尤其台积电 在这个所谓的先进制程 因为 过去这一阵子以来 这个代工里面 大多数 哎呀这个成熟制程 这个功过于求 开始变成功过于求 可是 假如台积电呢 打算说好像这个先进制程 好像还很不错 而且台积电的 似乎都一直利用 所谓先进制程 来作为这个所谓利多嘛 可是应该到了这个地方 终于连Apple都已经这个 没办法这个 所以连另外灰达 所以应该这两个客户呢 包含这个 像这个 这个 Intel 这几个算是这个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里面 几个比较大的客户了 尤其这个 苹果是第一大 那汇大几乎是第二大 所以他们两个如果说 都没办法这个 去这个 都拒绝台积电 这个涨价的情况 那 代表说在先进制程这一块 台积电也开始有点踢到石头了 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问题了 而且你看 如果说这个明年 如果这个iPhone的新机 这个A系列处理器 好像目前看起来 这个好像没有 这个 不会全部导入台积电 这个3nm制程 所以这个台积电 不是说明年开始要3nm量产吗 可是目前看起来 似乎 这个产能利用率 恐怕是有问题的 所以看这个东西台积电 也终于开始在先进制程这一块 开始出现利空消息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各位就是我所谈的 你看 台积电从今年年初 从688股价 一路跟你跌下来 跌到今天 各位已经到了快9月底的时候 才开始出现这种利空消息 所以我就知道各位 你看如果说你是开消息做股票 你看你在股市里面 你是一个多么慢的一个投资人 各位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就说在股市里面 真的就是说 你只要能够真正找到一些 能够真正领先股价 或是领先大盘本的一些 更领先的指标的话 那你在股市 你才可能成为 所谓一个先 在股市里面 你必须 你不管你任何一个 买进卖出股票 都要比市场更早一步 那你才能够 真的叫做所谓的赢家 如果说你买卖股票 总是这个都是这个 不要说慢半拍 如果都慢了好几拍 那真的对不对 好吧 灯塔中心也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台积电 终于开始在先进制成这一块 有利空出来了 你特别小心一点 好 另外这个 关于像这个美元 或者像这个美国十年代殖利率 这个昨天在节目上 我跟大家也谈过了 就是说 目前这个 其实以美元 目前指数来讲 因为目前这个欧元 英镑 日利元 还是维持着相对的弱势 所以这个美元指数 在这个地方 它仍然维持的 比算是比较强劲的走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目前在这个美元 因为它目前在短期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有没有 看这个K线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9月份以来的 这个美元指数 这根K线 基本上都还是一根大红棒 都还没有出现到 这个收上影线 甚至还没有这个 没有出现到 这个实体 黑K的这样子的走势 所以就是说 以目前这个 以这个技术面来讲 它这根红棒 它的力道仍然是很强 就是我跟你说 连上影线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代表说美元在 不管是目前 以短线来讲 或者是中期 尤其这个美元的中期走势 我昨天在节目上 也跟大家在谈 所以这个 这个美元的强势 基本上不会短 不会短期就截止 因为这个 目前美国算是这个 全球这个 升息 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那再加上它的景气 其实又比这个 其他欧洲 比日本 比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好 那 所以呢 这个它的这个 美元指数的强势 基本上是 维持在那个地方 我昨天讲过 说会出现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不管是欧元 或是这个英镑 或是日元 出现到那个 指贬反弹 的这种情况 再加上如果说 美国本身的景气 开始这个很明显 在走缓的话 那美元 会开始变得比较弱 但是在目前 这个 美国这个升息的速度 比其他 比他这几个主要市场快 而且美国的景气 不管怎么样 到现在还是比 比欧洲 比中国 比这个日本 还强的时候呢 那美元的强势 它会继续维持住 所以这来讲的话 那当然 如果说美元继续维持强势呢 那这台股的这个下跌 那我想这东西 大家就心自肚明了 对不对 那台股一定 就是一个弱势市场 一定要等到美元开始变 等到美元开始下跌呢 那台股才有机会上去 像过去这两年 有没有 美元是一路扁 有没有 过去 尤其你看当时 从2020年3月 前一次的高点 就一路扁下去 美元扁 那当然这个台股就一路涨 那这问题 等到这个美元 开始转强之后 那台股就一定跌 这个东西 是看得很清楚的 有没有 当时这个地方 2020年3月是前一波美元 建高点的位置 之后就开始挽回 美元挽回 台股就强了 所以为什么台股 有没有 从2020年4月 之后开始涨这一波 当然就是 变成美元跌 台股涨 是这个样子 好吧 所以来讲的话 也看得很清楚 好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说 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的股市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方 目前整个下跌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当然我特别讲 我说这个地方 因为毕竟这波本身 已经跌了1500点 通常来讲 大概跌到差不多 2000点附近 大概基本上 大概短线一个 一个反弹的机会就来了 而且重点是 我说当目前这个 尤其跌到这个地方 再往下跌的话 反正这个地方 你的心态 不是 不是开始才要悲观 而是开始去注意 什么股票 它跌幅 已经相对抗跌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像金箱店 它在上个礼拜五 那天不是 基本上还快涨停板 很强 那后来在这个 94块2这个附近 我不待在会员看 再分批获利吗 礼拜一我就跟你讲 说这个地方 我有待在会员再卖 你有金箱店 赶快卖一卖 你看 卖的99块多 卖的也算是还不错了 你看 那之后呢 当天就跌 然后呢 昨天今天又连续跌了三天 然后呢 今天已经跌到这个 89块这个地方 我会专业之间 跌了快10块钱 所以你看 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 那你看 这个从上个礼拜一 他恢复交易之后 我带的会员跳进去买 那然后呢 在这个99块2这个地方 开始这个 做分批获利 那如果说当时 你有跟上我的话 你看各位你看 光是一个金箱店 价差将近 已经是将近10块钱 从99块多到89块 一张将近1万块 不过当然 我也给你讲 你看 虽然说这个台 金箱店今天也继续跌 再讲一次 今天 它今天的低点 88块6 已经来到 大富仙这个大支撑 因为到了昨天 它是跌到小支撑 果然就是个最低点 后来就跟你谈上去 那如果说稍微强势一点 那回到小支撑 就是个短线低点 稍微再杀深一点 就杀到大支撑 那基本上就是个 一个最漂亮的一个买点 果然到今天 今天为什么金箱店 来到886 因为今天的大支撑在878 这个地方 87块8 是目前整个的大支撑所在 所以这地方来讲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 甚至有没有像湖联 各位你知道湖联 它的营收 六七八月是连续创历史新高 所以它的股价一直到上个礼拜 盘中还在上个礼拜五 它盘中的股价还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那可能这个礼拜也是连回三天 可是你看到一样 第一个你看它回的这个幅度 远远比大盘少很多 大盘已经跌成这个样子 已经跌了1500点 可是湖联的股价 它回的这个幅度 大盘已经跌到这里去了 大盘跌到这里 湖联的股价 它才跌到这个地方 代表说它的抗跌性 已经是很强了 而且重点也是这样 股价今天 已经回到接近大支撑这个地方 在157块多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支撑所在 所以未来一两天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大支撑 能够收盘不跌破的话 那它是一个强势国 那一旦等到大盘这波跌完了 看出现到下一波反弹的话 那这种股票 它一定会一马当先展给你看 这个来讲 这个目前 比较我在观察的一些股票 帮会员再找一些 下一波的强势国 我希望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吧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很多东西我还讲不完 还有很多资料 所以若算你到现在 还没有加入我的群组的话 请你赶快 上面这个LINE 或者这个Telegram的群 的QR Code 加入微信的群组 那在里面有更多的 这个大盘产业跟各国的讯息 我会放到那个里面 那个供大家做参考 对你的股票操作 会有跟大家的帮助 好吧 最大通道顺利 领导席各位